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国庆就垮掉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这里说阿伯 阿伯道歉不道歉已经不重要了 拜托阿伯过来两年了 阿伯有这条命出来已经 他过去所承受的 所谓的都很好啦 你外交啦 他怎么啦 他也会失礼了啦 有啦 两年就标识失礼了 我就请问他嘛 周改设不太多人 对吧 国民党228 是不是这样呢 国民党跟台湾人民回事 又是理点会跟理点会有什么关系 在爱国中处还做妙 對啊 我有一个内幕的消息啦 像是马英雄阿伯有一个神秘的一个组组 会把阿伯 官到死 弄到死 来自于蒋家嘛 今天小平兄那时候我平民说 我有良心啦 我是蛮佩服的 白环境又有什么 蓝一你不和解 我们台湾那有什么 台湾没有未来的嘛 是 中国已经大了这么厉害了 我还说话来不消息 我两个月以前我去台东 帮林三天自选 我去他跟他说话 台湾 法连 真好伦地 都中国人套过来买了 中国人这年台湾买了很多 摩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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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都买了 他没说哪一天101 比中处 台湾很多好的農地 包括万千万台南房地产 不过有民企名 包括台中副市长做起床 台中房地产的企业管 谁在买 台湾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说 未来2016的总统 先的条件 难以和解 未来2016总统才能干得下去 不然我对台湾生命有未来 所以在这个第七点 马英九今天放了沉水扁 我心灌烈的 我心灌烈的 不错 等台湾好改 所以法务部 不要跟他说那些消灭啦 什么一家人要离开 我跟他说 你一家人离开 你如果没有派10车车来 你没有在家人离开 而且会流血 会变满 你还要这样干吗 所以我是觉得 南丽和解 马英九 不管你未来的苗 你是怎样 南丽和解 已经有一个新来开始 2016 台湾 日式 各大政党 品本数 来选总统 政治现今的魔作 我才说的 那个魔作到家为止 没有啦 我现在也说过去 柯米要算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建国面 我跟柯米说 你这一帐是有钱 但没有钱的参加 你有阿姨 会在教会 钱就是魔借 啊 钱跟钱 你只能换一个 有钱就好了 就要公布 就不要再去那儿借了 他听下去了 所以现在柯米 建议台湾人的心目中 彼得 这个小孩 发了很快 不错啊 柯米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因为他对政治现今 和对钱的东西 清晰 非常透明化 我们未来政治现今 没有在国民党的党产 阿扁过去的 所谓的历史工业的问题 都没有啦 我们只有新的开始了 但是今天柯米 我给他看 他这个魔借发挥的效果 是 对啊 柯米这几天走进去 走进 很简单嘛 两千六百几万的 这个 某所看 柯米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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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六百几万 我要先付贡款一千万 台湾一千万 我如果要贡猜一千万我也要贏 柯米他头上来说 他走路 我如果是他父母就站过来说 这钱要贏了 我现在要跟柯米说个概念 不要贏了 我要说个概念 你家里的贡款 那是你老的事情 你没有宣企业 你做医生 那是你老的 两千六百万 这是人民的纳税金 你们认识过去 很多人商务的 都客商务的探计 是 六産的探计有保证 靠选取再站起来 你柯米假如把 这两千六百万的补助款 同时就说 哇 我这条我可以 向台湾向下 那你就犯了某些 你未来的整个价值观 会乱掉 会乱掉 也就会乱掉 这个东西 B社啊 不如以过去 以台北市过去 以家腐化 郭民党那些工匠集团 那些无路加 是是是 那个时候 他们就用这个方法 滲透变散 这就是总结人说 你一步一步 每一步死亡的境界 死亡的境界 所以今天柯米 我一直要跟你说 你这两千六百万 你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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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们爸借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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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来瘫痪中南海 是讽刺他 用他的死亡之后来瘫痪中南海 所以都当然是一个网络笑话 那他应该巡回外交 到处去握手 然后我们认为说 在过去蓝绿对抗的时候 我们在立法院 蓝绿都很 一条高墙 堵在那边 心结也很重 但我看到这个执政党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参访团团如果将之际 大家把手延换那么多的 这个互动跟交流 反而我们作为民进党 他是逢律必反 中国是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只要是民进党 我申请台报证 他不会给的 我也不愿意申请 因为他就认为 你是台独派台独党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是这样 我们都是台湾人 吃台湾米长大 喝台湾水长大 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共同面对未来 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威胁才对 所以难力和解 就由陈水扁总统保外就议 这个作为一个起点 建立起共识 培养起感情 共同推动 对台湾生存发展 经济 主权 政治 外交 有利的法案 包括你这个福报协议 我们是不是可以内部 寻求更多的共识 充分讨论 监督条例 可以充分共识 而不是就像张信聪一样 三十秒 就送出去 我还要跳到桌子上 去跟他打了一架 打赢打输 让他打赢 就挡下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要把握这个历史的机遇点 这个历史的机遇点 我需要朝野共同来 因为民党也有可能执政 执政也需要国民党的 这个协助或者合作 如果民党执政 那蓝绿还是对绿的话 我觉得民党也不可能 把这个事情做好 也不可能把国政策做好 所以我今天特别听到这个普通要共 台湾未来是什么发展 就是要面对中国 如果我们在内耗 在内斗 在蓝绿对抗 台湾未来是非常悲观的 所以挽救台湾未来 就从我们现在开始做起来 好 其实讲到国民党 我们等一下回来会继续谈 其实国民党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刚才也提到 这个历史工业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魔界 魔界是那个党产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会一起去谈 不管朱立伦当主席 谁当主席都好 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个党产归零 不要再讲那五四三的 好 政经现实必要 不做也罢 如果我们做下去的话 我们每一集就要追这个东西 我们稍微回来继续